怎么样提升我们身体排毒的一些方法 我们来谈一下跟肝脏有关的部分 其实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对肝脏有益的一些蔬果 包括十字花科的一些蔬菜 香菜 还有一些柑橘类的水果 比如说葡萄柚 柠檬 橘子 还有柳丁等 另外还有甜菜 红薯 红番薯 或者是山药 牛油果 或者是香蕉 另外比如说樱桃无花果 木瓜 石油 西瓜等 这些对我们肝脏的保护其实都有一些作用 第二个就是我们使用一些原型的食物 尽量不要有太多联工添加料的一些东西 因为这个会增加我们肝脏解毒的负担 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减少喝酒 再来就是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吃的药物 是不是会对我们肝脏的损害比较大 大家在吃一些西药的时候 它通常会给你药物可能的副作用 用药的时候你要去检视一下 那如果说有些不素的反应的话 你必须给你的医师反应 这样的话吃药会比较安心 治药的效果会比较好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规律的运动 常常运动的话也可以避免脂肪肝 因为很多脂肪肝的人都是久坐 不太动的人 脂肪肝累积的结果就是 对我们肝脏就是会容易产生肝发炎的情况 第五个就是避免熬夜 熬夜容易伤肝嘛 保护肝脏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你如果很累 你就多躺在床上 那中医有一个讲法就是 握着血归肝 意思就是说你躺下来的话 那个血液都会循环流到我们肝脏 去做一些调养 所以你就发现 你肝发炎的人 他特别特别容易疲劳 好像一直想睡觉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肝脏叫你要好好睡觉 好好休息的 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适度的休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那一天至少要睡 满六个半小时到八个小时之间 这是一个比较充足的睡眠时间 这些难道显的睡眠时间 您可以睡过的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